哈哈哈 打鼻子 我被老大 打鼻子 打鼻子 我打鼻子 打鼻子 打鼻子 你打鼻子 沒人幹嘛 教學 教學路以外 教學路以外 看著 看著 超三地男性 超三地男性 跳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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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個傷患 在這邊 老二鬥當 你平平起來 這傷患不在這裡 老二鬥當 安靜 這傷患不在這裡 因為他不知道 不知道他到底是活著死的 對不對 我們要去拍 越來越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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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也看到他發現什麼 有反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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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他發現有反應之後 我們會出手 怎麼樣 他就在設計我 要幫他跳起來 再來 不要緊張嗎 他 他 剛剛誰做他笑起來 他還跟他笑起來 哪一個不會笑笑 哪一個笑不起來 阿兵呢 好 接下來 我們量他這個脈搏 一量這個脈搏有 對不對 然後 這還怎麼樣 看他的胸部也有 輕微的呼吸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需要 對他實施心一阿 那不需要對他實施心一阿 要實施什麼 復蘇之勢來 側 右邊 向右邊 又被挖 trzy 個脈 好 很睜俭 然後這個 左腳 右腳 放直 然後左腳 曲 曲西 這就是附輸姿勢 好 vidare 這個手的話 因為這邊沒有 手就盡量讓它變成這個樣子 讓它有一點側 側身 平放在這個地方 那就是復蘇姿勢 這是最舒服的姿勢 那最舒服的姿勢 因為這裡胸腔也沒有壓迫到 所以它就可以自行呼吸 慢慢恢復它的正常的一個循環的現象 這樣各位要了解 如果你發現它還有呼吸 有脈搏 只是很微弱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就用複蘇姿勢 好 讓它慢慢的自己回來 那要不要強硬的對它死刺口對口 看長這樣喔 想要對不對 要給你拿 大家可以示範一下